大家好,我是彩虹 杂树肉有人用蛋黄,有人用拳蛋 其实很多人都做错了 学会这样做,又香又脆不回软 赶快学做,年夜饭露一手 准备一块外挤肉 我这块肉有400克左右 先切成一厘米厚的片 将每片肉都拍两下,松肉 这样炸出来口感不发柴 再切成小纸粗细的长条 装到大碗中 按个人口味,加入盐,胡椒粉,花椒粉,生抽,料酒 按摩一会儿 静置20分钟,腌制入味 在另一个碗中倒入100克低瓜淀粉 15克面粉,2克无铝泡打粉 低瓜淀粉和泡打粉,这两种材料的结合 是使成品酥脆不回软的关键 不建议省略和更改 玉米淀粉代替不了低瓜淀肥哦 再往里面加入100克清水,搅拌均匀 用鸡蛋来调糊也是使酥肉回软的关键 所以千万不要用鸡蛋来调糊 最后再加入20克油,搅拌均匀 倒入到腌制好的肉中 抓拌均匀 让每一条肉都裹上面糊 锅中油温烧至五成热,将肉条分开一条条的下入锅中 炸至表面定型,翻动翻动 有粘连到一起的将它们分开 依次也不要下太多,否则不容易翻动 炸至表面形成硬核状,可用捞出 全部都炸好后,升高油温 这次全部都倒进锅里,复炸30时左右 控油捞出 这样咱们的小树肉就炸好了 听着声音,就知道它该有多酥脆了吧 吃起来又香又脆 关键是凉了也不会软 最后还可以准备点芝麻盐,辣椒粉 站着吃,美味极了 朋友们赶快收藏试作 过年了必须露一手 美食天天更新 咱们明天见,拜拜